喜好设定档的部分是在第12章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刚刚对第12章的喜好设定档有点理论上不足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喜好设定档部分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我前面有讲过File Explorer的操作方法 还有Share Preferences 的资料处理 怎么样将使用档案储存资料 还有档案的这个档案的资料储存位置等等 相关的说明这边都有 那相关的操作这边 然后再来我们等一下讲的这个Sample 有关那个Seqlize Database相关的理论部分 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 那首先的话这边可以看到就是Enjoy里面 使用Seqlize来当成的一个管理资料库 那主要因为Seqlize是一个所谓的非常微小微型的一个Database 那所以它把很多很多大型资料库里面会有的功能都拿掉 包含当然有些东西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安全性也拿掉了 那主要用意当然因为它是放在手机上面不能太庞大 如果太庞大的话它也乱不起来 那里面的话呢包含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查资料 查资料你可以用Row Query 跟Query两种方式去做查询 那也可以利用Insert Update Delete 去做新增修改删除的相关动作 那其实资料库主要就是会有这些重要的方法 那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动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里面比较重要像是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建立 建立哦原来没有对不对 我要怎么样把它建立起来 里面的话呢就需要用到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叫做 SQLite Database 其实就是这个类别名称 后面给一个物件名称 那用一个这个方法叫做 Open or Create Database 可以注意哦 它里面有个方法叫 Open Database 也有一个叫 Open or Create Database 两个不一样哦 那有些地方哦 我们如果没有偶尔 Create Database 的话就会发生错误 为什么 如果说 Open 本来就存在 如果本来不存在 那就偶尔 Create Database 这个方法就OK 可是如果你只有单纯 Open 的话 它没有 那就完蛋了 OK 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哦 后面再来就是给一个什么 一个党名 这个跟那个前面那个喜好声音的很类似 要给一个党名 然后呢 这个权限 权限有三种 0 1 2 那刚才有同学问 其实0的话就是 Private Private Private指的是 我们这个class可以存取 那第二个是 Readable Readable是别的类别 可以读但是不能写 那第三个就是2 0 1 2 就是Wiitable Wiitable是别的类别也可以写入了 OK 所以看你这个地方 要不要将来这个你的Data Base 要不要给别的类别使用 不过通常啦 一般我们只有一个类 如果只有一个类别的话 那就是用0就好 但是如果你有别类别 比如说你有还有第二个Activity 第三个Activity 第四个Activity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 别的 比如说你切到别的页面 那其他页面 你这边写0的话 完蛋了 别的页面要怎样 存取的时候 完蛋了 因为你用Readable 可能会需要有第二个页面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 你的权限是不是要打开 OK 然后后面的话加一个Nur Nur 通常里面好像一个 我印象中好像是一个什么 Data Base Factory之类的吧 那是预设大概就是给Nur 这个值 然后其他的话这个是相关的Open部分 另外还有删除 有开启 有Open 然后也有删除 删除的话是Delete Database 大概会有这相关的指令 去做资料库的存取 那再来的话呢 相关的Insert Update Delete 我想大部分都一样 比较会有问题的就是说 Row Query 跟Query 有什么不一样 Row Query 跟Query 那基本上呢 两者差别是 就是Row Query 是以Cursor 的 行别 传回资料 就是查询资料 也就是有科蛇 跟没科蛇 就有差别 因为有科蛇 你有指标 你指标可以指向哪一笔资料 但是如果你用Query 的话 这地方 科蛇部分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 Row Query 跟Query 两者 查到的结果 会有稍微的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就是 Excue SQL 这个也常用 就是说你要执行SQL语言的话 要传递相关的那个SQL的字串 给Database去帮你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就用Excue SQL的相关指令 Insert Delete Update 这个后面我们都会用到 这个是重要的相关指令 那其他的话像怎么样 第一个先组出一个字串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上面先宣告一个Stream 这个Stream的话就是一个SQL语言 比如说像我要Create一个Table 本来没有 有Database 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Database 里面会放Table Table里面会有Fill的就是栏位 看有一栏两栏三栏 它一定结构是三接的嘛 资料库 资料表 栏位 你观念一定要很清楚 然后呢 我们有个Database 里面要建Table Table你可以很多个Table 那比如说Create的Table Table名称叫Table1 那要给什么样栏位 给什么样的资料形态 有没有 比如说第一个栏位叫底线ID 它里面可以放什么呢 放Integer 而且是PrimaryKey 就是主要的Key 那里面第二个是Lamber 第三个是Data Data是放文字 那最后要怎么样建立这个Table 其实就是把上面的字串 有没有 利用db.exqsql 就是把它执行 执行之后 它这个字串 就会丢给DataBase DataBase接收到 你要我帮你建Table 对不对 我就帮你建一个Table Table叫Table01 Table01里面就有三个栏位 我就帮你三个栏位建好了 就有空的Table 对不对 再来就是什么 可以Insert Update Delete 跟Slate 大概会有这些流程 那其实这些都跟其他的Seql Seql的这个 观念式资料库都相通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Insert Into 有没有 这个都标准的 所以如果各位对Seql语言不太清楚的话 请各位旁边有那个天龙书局 去翻译一下有关Seql方面的这个书籍 不过通常都是这么后一本 有的可能上千页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也找一个比较薄的 就是去看四个东西 什么叫Seqleter 什么叫Insert 什么叫Update 什么叫Delete 把这些看懂就好了 其他有时间再来看 其他我想你可以把它当词典 因为那些东西说真的就是一个工具书 没有人从头到尾都把它念过了 像我另外有教什么ADO 那ADO也是厚厚的一本 不过最后我就讲说 其实ADO就配合Seql就好了 那ADO的主要用途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传递Seql语言给Database 他帮你去做后续的动作 的一个中介的一个元件 大概就是这样 那后续我们再慢慢讲 那这里的话相关的这个资料 我想比如说关闭资料库 或者是说相关的Sample 后续我们会再带给各位 那请各位先稍微把这个相关的观念 还有就是说Cursor的移动 比如说你这笔资料要怎么移动到下一笔资料 诸如此类的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先有个观念 那等一下再来带利用这个210的这个范例 来了解这个Seqlite database的使用方法 哦 OK